最近在用PS5买会员买游戏支付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错误 各位先不要慌 先来到右下角的三个点 选择变更支付方式 我之前绑定的是支付宝自动扣款 那现在点手柄的选项键 弹出这个界面选择删除它 然后再回到支付方式界面 重新绑定支付宝或者微信 它会先绑定再付款 绑定成功之后 你在买游戏或者会员的时候 可以自动付款 然后就可以下载游戏了